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 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 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 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 很快被张罕的政府军镇压 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 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 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 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 难道当真认为 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夜 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 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 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相反 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 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 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是废封建 射军县 实际上 当时的封建与军县之争 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 分歧仅仅在于 王宛他们认为 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 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 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 封建并不保险 李斯说 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 何其之多 保卫了天子吗 没有 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叩仇 打得不可开交 周天子连何事老都做不成 封建诸侯是维稳呢 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 他干脆认为 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 秦始皇说 天下征战不已 就因为有诸侯 有诸侯 天下就成了江湖 大家都争当老大 还有不大打出手的 恢复封建制 岂非制造战争 结论是 实行俊宪制 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 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 大秦帝国刚刚灭亡 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 此宫称霸天下后 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 结果怎么样呢 重开战端的忧虑 不幸被秦始皇严重 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 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 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 同样面临着要封建 还是要郡县的纠结 最后迫于压力 不得不折中调和 搞一朝两制 在天子直辖的姬府 设郡县 姬府之外封王侯 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 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 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 就是同姓王叛乱 公元前201年 韩王信反 汉高祖前往平叛 被困七天 焦头烂额 史称困平成 公元前195年 淮南王应不反 高祖又前往平叛 被流石所中 一命呜呼 史称并流石 刘邦的皇帝生涯 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 而且按下葫芦 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流盈 文帝流衡 景帝流起 连续三代不得安宁 前有诸吕封王 后有七国之乱 朝廷不得不单惊截律 软硬兼施 直到汉武帝原封五年 才算摆平 封建 岂非战争的侧原地 相反 郡县制 却很快就体现出 他的优越性 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 秦末天下大乱 有叛人 而无叛利 汉初天下大乱 有叛国 而无叛郡 中唐天下大乱 有叛将 而无叛州 柳宗元认为 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 封建制不可恢复 郡县制不可废除 周县之设 故不可隔也 也许吧 也许 事实上 封建与郡县 孰优 孰劣 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 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而且 立场不同 结论也不会相同 但可以肯定 秦的灭亡 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 相反 这种制度 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 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 帝国不再分封诸侯 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 中央有国家元首 这就是皇帝 有政府首脑 这就是宰相 宰相包括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号称三公 三公之下 有九卿 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 县隶属于郡 郡隶属于中央 郡的长官是郡首 县的长官 大县叫县令 小县叫县长 他们的副职 郡有郡成 郡位 县有县成 县位 县以下是乡 乡的负责人是三老 乡以下是亭 亭的负责人是亭长 亭以下是李 李的负责人是李逵 李以下则十家为一十 五家为一五 显然 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 中央政府管郡 郡管县 县管乡 乡管亭 亭管理 李下还有十和五 至高无上的是皇帝 最底层的是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 既不书 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 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 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 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 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 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 驶向前方 秦 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 但可以肯定 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 整个系统以线为关键 为节点 线及线以上 三级 中央 郡 线 射关 县以下也是三级 乡 亭 礼 舍利 官是留官 由中央派遣和任命 利则乡身 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 郡县长官是外地人 而且可以调任 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 乡亭小利是本地人 则足以摆平江湖 倒颠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 被称为前手的民众 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 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 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